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他是豬腦袋 我記得在前一陣子 台北股市在這個時候 各位記不記得 其實也沒有多久 你會發現很多人告訴你 台北股市要完蛋了 對不對 尤其我們這個頻道 那對不起 有很多的人告訴你 這個地方要怎麼樣 要小心對不對 台北股市不排除怎樣 然後列出了很多 這個放空的這個 或是做空 或是要下跌的這些因素 這變得怎麼樣 大家都不敢做了 因為人都怕死你知道嗎 雖然十個人裡面 比如說有八個人講座多 但是大家會擔心 那兩個人講的空投言論 那你看我們這個頻道 在這一段時間你回去看YouTube 是誰告訴你這個盤要往下走的 說應該要放空 但是我常說時間會證明很多事情 那果不其然 台北股市不但沒有死 而且接下來很有可能 要來挑戰前高 那大家看我的視頻 我從來沒有叫人家做空 你就拿最基本的 從一萬點開始一直到現在 沒有叫人家做空過 從來沒有 頂多告訴你要稍微保守一點 這個地方對不對 但是很多的 應該算是少部分的老師吧 空投大老師就會怎麼樣 沿路不斷的威脅你 恐嚇你啊 當然你也不是廈門大學畢業的 對不對 什麼意思喔 下大的啊 廈門大學 對不對 你是嗎 你不是嘛 對不對 那所以 可是在當下你會受到影響 是吧 那這是看大盤喔 如果把這個場景搬到貨櫃三雄 我們拿泡泡龍 航海王來做例子 當然啦 這一陣子大家都叫他海賊王嘛 一樣的道理啊 當航海王泡泡龍 在這邊的時候 你所聽到的都是怎麼樣 他還要繼續破底 未來基本面不看好 這些分析師都是睜眼說瞎話 明明人家今年賺超過三個股本 那麼明年的運價 現在已經11月1號了嘛 明年的運價也不會下來啊 你不相信我沒關係 你去查嘛 對不對 很多東西是回不去的 明白嗎 以前一碗陽春麵五塊錢啊 好不好 現在多少錢 回得去嗎 更何況 大家都在搶船票啊 只有台灣的航運股喔 疊得狗吃屎啊 你看國外的航運股 人家是怎麼漲的 但是老船長堅信一件事情 你今天如果來到股票市場 你不用投機的心態 你說我就是跟你拼了 我就是投資對不對 對 但是你放心啊 你把 對全國的節目看爛 不會有投顧老師 告訴你啊 非常看好 除非那個二百五分析師 叫古海老船長啊 那個智商最低的啊 人家上投顧節目就是怎麼樣 以招收會員為怎麼樣 最高指導原則 其他都不重要 只有那個二百五 對不對 老船長啊 他們這家投顧 居然用這種笨蛋分析師啊 來這邊要賠錢的是不是 講漲停板的就好啦 每一天講 你看喔 我常常說喔 你們看到的節目 幾乎都是在講漲停板 天天都講 我跟你們說那都假的 你們不相信 不相信就去啊 去完再發現 老船長好像都是假的耶 對啊 那今天他們一定講什麼股票 我都不用看他們的節目 老船長你是神喔 真的啊 我不用看他們的節目 我掐子一算 他們今天講的股票就是 蓬城 台辦 強茂 三檔 你自己看嘛 你看到的一定是在講這三檔嘛 對不對 那上個禮拜五講什麼 講美琪馬 對不對 對不對 講電池的啊 講聚合啊 是不是 講康普啊 那今天這三檔有沒有比台辦 強茂 還有蓬城強 沒有嘛 所以就改講 這三檔 你不相信老船長講的話 你就把他們的視頻 今天的看一看 上個禮拜五的看一看 這樣就夠了 那詐騙集團 你只要跟他一段時間 你只要跟他一段時間 保證你怎麼樣 走向歸零高之路 那是百分之一百 他就是發抗訊 什麼股票 要大漲漲停 就追進去 死死是你家的事 他也不會帶出哦 你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真正你可以買 一千張 一萬張的 就可以讓你怎麼樣 不要講開名車的小case 住豪宅的 比如說你想要住一戶 這個兩億以上的房子 在天龍國 沒有兩億以上的 不叫豪宅啦 你想住這種房子 然後你去買那個小股票 不可能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台灣真正有錢的忠實大戶 他們知道那些都是小丑分析師 漲停板就講漲停板的股票 如果明天 我在這邊先預告 明天台辦強茂跟蓬城 假如拉回甚至下跌 明天這三檔 就不會出現在 投顧節目裡面了 那麼明天漲什麼呢 明天講什麼呢 就是明天漲停板的股票 就會重新誕生 在投顧的節目裡面 我都可以預告哦 你看我多厲害 對不對 那真正你要大格局的股票 就你一次要買很多 而且怎麼樣 你的本益比 你的基本面是好的 那這樣的股票台北股市 一毛錢都沒有賺 就沒有什麼啊對不對 不是什麼高毛利的啊 車殼這個都對不對 好啊 那我跟你講電子的啊 被動元件 請問一下 一台電動車要多少被動元件 你們知道嗎 好我就舉例 像國劇這麼賺錢的公司啊 現在已經是怎麼樣 爺爺不疼姥姥不愛 你自己看 上半年國劇賺2.2個股本 他今年隨便腳拉拉要賺多少 四個股本以上 結果呢 沒人要 看到沒有 那些草題材的都在天上 但是我說過一句話 我在股市的經驗 以國內的分析師來講 我算是老鳥的 我講一句話 不是不報 時候未到 好的壞的都一樣 該還國劇公道的 他一定會還 那個草天高的 根本公司不賺錢的 就是給我下來 那現在我講 沒有人會聽啊 那你國劇就沒有上來啊 你貨櫃三雄就還沒上來啊 散戶都是 我跟你講散戶是視覺動物 他看到了才信嘛 信了就追追了就套嘛 對吧 但是呢 一旦他買的股票 跌下來的時候 如果基本面不好的 他就緊張了 就開始到處拿著遙控器哦 或是上網去找頭顧老師 看誰會講他的股票 沒有人會講啊 貨櫃三雄這種基本面 好到已經翻過來的 全國只有我在講 還有誰在講 對不對 那重壓的就只有我們啊 那有的人是叫你去壓鋼鐵啊 今天早上才好笑 一大早這是中鴻 這中鋼看這兩檔就夠了 哇鋼鐵股大力多啊 不得了啦 國外的鋼鐵股漲翻天啊 你要搞清楚 我只要講一句話就好了 我不知道你的老師他到底懂不懂啦 台灣是一個沒有產鐵礦的地方啊 你認不認同 老產長你講廢話啊 台灣不要說不產鐵了 很多礦產都沒有啊 對啊 早期在九份那邊還有怎麼樣 金瓜石有產一些黃金啦 我們台灣是一個缺乏怎麼樣 日本也是一樣哦 都缺乏鐵礦的地方 跟礦產的地方哦 哪些國家比較有礦產 美國跟中國啊 那你沒有產這些東西 然後你說你的鋼鐵的價格要 怎麼樣 股價要跟人家來比 叉叉比雞腿啊 講難聽一點就這樣子啊 對不對 這個叫基本的常識 就是說你要去做鋼鐵股 你要有這種概念 我們是沒有辦法跟國外比的 因為我們就沒有產鐵礦 這樣子懂不懂 除非說我們的技術是世界第一流 鐵礦呢經過我們的怎麼樣 後製的工作之後 產出來的產品世界第一 那當然沒話講啊 對吧 導播先進廣告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IR團隊 提供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制服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多空雙享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兼容市場 詭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 更專業的團隊 等於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所以你看這個是中鋼 中鋼大概就代表我們台北股市鋼鐵股的走勢 基本上來講中鋼的獲利 鋼鐵股的獲利有辦法跟航運股比嗎 沒辦法 所以航運股注意看 做一個像碗形的要往上走 中鋼 沒辦法嘛 對不對 那硬要比基本面 還是航運遠勝於鋼鐵 你不能說我鋼鐵也重壓 航運也重壓 下次什麼族群長 我什麼又重壓 當一個分析師不可以說謊 你的會員的錢只有一套 你什麼都重壓 你騙誰啊 大家懂意思吧 我承認我們是重壓航運貨櫃三雄 但是我有沒有可能又叫會員重壓這個又叫會員重壓那個 又叫做哇我會員是金山銀山買不完啊 不會這樣子 你參加我的會員你就發現我對於會員的資金的調配一定是按照真實的比例下去做的 很多老師譬如說他把叫會員所有的錢都買鋼鐵 然後鋼鐵死了對不對 我們現在又買航運 會員怎麼會有錢買航運呢 或是航運買了之後 看到電池 電動車概念股在漲 我們又全部重壓電動車概念股 那前面的會員都死人了 不可以這樣子做 你知道嗎 雖然觀眾可能很笨不知道嘛 沒有長期看節目然後做筆記 像我的話 哪個老師講什麼我一聽就知道詐騙了 那你們不是專業的像我這麼專業我知道他們怎麼騙對不對 那你就要怎麼樣 稍微做一下筆記 然後你去想想看那個邏輯對不對 就好不像你現在看很多老師他都在講電子股 我沒有說講電子股不行喔 奇怪你看他最近講這個 就像前一陣子講這個3545的 前一陣子講敦泰的老師啊 敦泰是不是死掉了 然後他們一定也講新唐嘛 新唐也掛了嘛對不對 那你發現他現在又在講別的 你就心裡很明白前面的會員都死光了 他不會管的 你有這種遭遇那你就是豬腦袋 他就是大魔頭 我講過很多次了 好那這些東西不是很重要 今天是11月1號 我要跟大家報告的就是測標這個重點 重中之重啊 你們一定要寫在臉上三天不洗臉 好因為我講過台北股市缺什麼 缺的就是這一塊你注意看啊 現在台北股市他告訴你說我不要死 之前在這邊講空的老師都是鬼扯蛋金光檔 好那現在來到這個地方你要注意看喔 這是關鍵的時刻喔 好怎麼樣能夠 因為他現在站到五日均線之上嘛 1萬7注意看喔來 1萬7千多囉 很多人都告訴你怎麼樣 不可能嘛 好那現在重返萬7 大家關心的就這件事情喔 這裡 對對對這裡喔 大家想要挑戰1萬8之上嘛 對不對 這裡啦阿呆 我就知道你會重記 對不對 看我的節目你要專心 老船長沒那麼笨的 當然啦 你要先挑戰這裡 再挑戰這裡 但是我可以告訴各位喔 能夠讓台北股市往上走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不是那些小股票啦 當然是全職股 所以從明天開始 全職股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而我說過 航運股貨櫃三雄的底部已經打出來了 要往上走了 很多東西它都是天時地利人和 當然要往上攻的過程中 不能說全職股只靠貨櫃三雄 那也不行 要配合怎麼樣 台積電 聯電 甚至鴻海 這電子股的部分 還有大家不要忘了金融股 金融股喔 我們是沒有啦 但是我告訴你喔 你像這個喔 富邦金今天要破底 對不對 那公司多賺錢你知道嗎 上半年賺8塊多 今年腳拉拉賺超過一個股本 那股價才七十幾塊 你們現在都會覺得說 我不要買這些爛貨 對不對 它都不會漲 我要買那個電池 對不對 車用電子的那個電動車裡面的那些概念股 特斯拉漲很多 沒有錯 但是呢 這些股票 你看到今天的電池已經不行了嘛 那明天可能二極體就不行了 那當這些股票要開始休息回檔的時候 能夠接棒的就是全值股了 那到時候呢 你的剛好接到最後一棒的這些小股票 你套在高點 你的老師他就不會管你了 我先預告一下 讓你心裡有做準備 然後開始怎麼樣 全值股開始動 因為我們要朝這個目標前進嘛 要來挑戰嘛 你總不能靠小股票嘛 那你要往上的話 因為美國股市已經在這裡了 注意哦 美國股市的位階在這裡了 台北股市不會脫離美國股市太久的啦 大家明白意思吧 那現在看起來美國股市沒有要崩盤的意思哦 它還要往上衝的感覺哦 對不對 那你覺得台北股市會跟美國股市脫鉤 到這種程度嗎 不可能啦 那它往上走你說漲小股票 我信你個鬼 對哦 這個抖音有這一句很有名哦 什麼你都不看抖音的 那這邊往上走 我剛剛講的電子就是全值股嘛 甚至聯發科 對不對 台積電 聯電 加鴻海這些都要動 那鴻海它其實也是電動車概念股 所以漲什麼的時候 你們的話術就會怎麼講 我都曉得 我只是告訴你 你心裡要有準備 你那些玩很小肢股票的 自己要有警惕心 那麼金融股已經沉積很久了 雖然我們沒有在做金融股 但是有金融股的朋友 恭喜你哦 我認為金融股要動了 那當然啦 重頭戲還是在哪裡 因為未接我們講未接 雖然金融股有沒有 他很可惜今天小破底 未來他要往上走 可是你看哦 他的未接必性在這邊嘛 對不對 我給你看長龍貨櫃輪的 在這裡 你覺得在這裡的比較好呢 會長得比較兇 還是在這裡 那一樣的道理我再講一次 因為現在還沒有標嘛 山雄還沒有標嘛 對不對 所以你都啊 好那沒有關係啊 沒有關係 我說過 你要看我節目的 你手上有傳票 沒有傳票 你盡量就不要看我的節目啦 對不對 你就去哦 其實你也不用參加那些投股老師 你就直接買 看哪個今天要漲停的 你就追進去嘛 那你就不要追到最後一隻小老鼠 而且我給你保證 那些股票都這樣走的 那其實基本面都不怎麼樣 那炒個題材而已 請問一下 你敢買多嗎 三五張了不起啦 不要騙我 你敢重壓的 你自己的錢不是偷來搶來的哦 一定是怎麼樣 一個波段趨勢真正的好股票 不是碰風的哦 像這種你敢重壓 元宇宙你敢嗎 這根本在軋空在炒嘛 對不對 公司賺鴨蛋啊 我不是跟你講過了嗎 一毛錢都沒有賺了嘛 沒關係啊 你去買 我沒有說你不對哦 你去買 你就不要做最後一隻小老鼠 當然啦 你去放空它 你就活該找死啊 很多人看到這種股票 在漲不順眼 不應該 基本面不好 就像老船長講的一樣 但我從來沒有叫你放空 我知道這種股票 它就會刻意的去軋空啊 包括怎麼樣 電磁概念股 現在有很多的 那個卷資比都非常高了 但你們自己要去空的 你是聽哪個老師 或是你自己擅作主張的 那你自己活該倒楣啊 沒有人叫你去放空這些股票 最起碼我骨骸老船長從來不可能 因為我知道股票市場很喜歡搞這一套嘛 對不對 尤其宏達電這一種 既然公司不賺錢 我就給你搞軋空嘛 對不對 那你不要去放空它就好 你雖然不敢做多 但你不要去放空嘛 對不對 你放空這樣賠多少錢 那賠死人啊 到時候我跟你講 這樣拿錢來放人啊 你不要亂搞 那融券要回補 你到時候券都借不到 你怎麼辦 所以說還是老老實實的 開大門走正路 對不對 你假如有1000萬的資金 我說我700萬 全部重壓 貨櫃三雄可不可以 我說你好樣的 因為接下來台北股市喔 一定是要靠這種在最底部的 看到沒有 這種最底部的最基歐的股票 又佔全值這500多億嘛 對不對 往上拉嘛 那貨櫃三雄我講過都好啦 什麼 海公公啊 楊妹妹啊 泡泡龍這三隻都好 哎呦呦 今天 那海公公那麼爛那麼弱 沒關係嘛 可能明天海公公就比較強 你總不能要求他們三個一樣強 一樣 漲跌都一模一樣 不可能嘛 這樣大家了解意思 都很好 有的時候長龍比較弱啊 今天長龍比較強啊 是不是 但是你要記得 你現在會看我的節目 表示你手上有什麼 有船票啊 那你唯一能夠相信的就是老船長 因為我們是真正有 辦法讓會員的資金重壓在航運 那如果我已經叫會員重壓鋼鐵了 我現在還在這邊說又可以重壓航運 那你會員是金山銀山啊 那麼多錢啊 鬼扯蛋啊 那我若是會員我就氣死 我明明是重壓鋼鐵 等到航運大漲的時候 我一張都沒有買啊 老師講歸講 那講歸講 有鋼鐵的朋友聽我一句話 把它換成航運 你的老師不會叫你換 你放心 因為你鋼鐵已經輸死了嘛 對不對 那我跟你再講一次 台灣沒有產鐵礦 這樣你聽得懂齁 你把你的鋼鐵換成航運 將來航運上去鋼鐵搞不好還破敵都不一定喔 重點是你要來找老船長 因為你的老師不會帶你做這樣的動作 這個動作會救了你一命喔 你把這句話記住喔 你自己不敢換的電話拿起來 今天是11月1號 我最喜歡就是一個月的第一天 你來找谷海老船長 後面你才不會後悔 你準備好了嗎 今天你一定要做改變 因為今天是11月1號 現在有傳票的朋友 不是我的會員喔 一次打電話進來開始撥打 本投資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